来看看这两个惊险的场面 首先是广西女童呢 在沙市场玩沙 结果陷进沙堆里 差点呢就被灭顶了 那么另外是山西的这名小男童 则是不小心的跌进土坑里 只剩脚露在外头 小男孩就这样 头下脚上的倒栽葱卡在洞里 还好可以呼吸 因为另一头还有个洞口 小男孩的头刚好得以透气 搜救人员赶紧在男孩身上 绑了绳子想把它拉出来 不过因为男孩书包卡住土坑 加上刚下过雨土质松软 眼看小男孩因为头下脚上 姿势太久体力越来越差 搜救人员开始紧张 先把空虎哥带上 先带上等会儿告我 先把气开开 先把气开开 想先办法先剪断书包背带 再把洞口挖大一点之后 花了两小时才把男同